BBA来解析会比较简单 因为最后其实我这边增加几个按钮 比如说按下去,这边的资料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列出来,有几个是非数字 这边列出来 当然我们如果说要留下数字的话 比如说你这边我有个按钮按下去 它把数字部分帮你 怎么样,帮你把它切割过来 那英文的话呢 自动帮你把英文的部分切割 但非英文就不会了 那中文的部分就帮你留下来 OK,这边有个清除 这个部分该怎么样 VBA我觉得会比较 写起来,最后执行起来也比较顺 那大概我们按部就班 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函数的大概做法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48到57之间 一般的做法是这样 首先会先做我们刚刚讲的用call去切割 那切割总共我们可以给一个正列 那这个正列的总数 通常会大于那个字串的长度 因为如果后面不是的话 它切回来反正就是0 或者是它不会继续判断 就是判断到那个范围 通常会大于 那我们抓到这个call 它会一直一个一个 帮我们把它切出来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大于47 而且 47外面请你在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大瓜 包一个瓜糊 为什么呢 先帮我判断一下 这个是true还是false 再来呢 瓜糊之后 是特别重要 前后要加瓜糊 Ctrl C 这个再加一个乘号 乘以什么呢 乘以后面呢 它是不是小于58 也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呢 当然小于58 意思是说 我这个要true 这个也要true 那两个true 乘在一起的话 这个乘 表示and 连级的部分 就帮我把这两个连级 把它相乘之后呢 那如果为true 为true的话 它return回来 要告诉你很奇妙 它把它当1来看待 1 那如果说呢 一个true一个false的话 因为理论上 如果两个都同时为true 那应该就是数字 如果其中一个啦 比如说像这个 Israel 1 它可能大于47 但是不会小于58 所以如果是true乘上false的话 它最后也是false 还是用0来表示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 我们两个相乘的结果 它不就是1 不就是0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让它把它加总 加总起来的话 可能在加总之前 通常会把它剪下来 再利用一个ifl的函数 去做一个过滤 所以把它贴上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如果它的逻辑是为true的时候 为false的话 两个相乘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回来 如果不是 两个条件都为true的时候 它回来就0 表示没有 0 0 其他的话 如果没有东西 它就value错误 因为它抓不到东西 因为我们只有五个 如果说有value错误的话 帮我过滤一下 因为可能我这个里面呢 假设value错误的话 帮我也把它变成0 那为什么要需要ifl 过滤一下? 因为我们明明只有五个字 可是 因为有的多 有的少 那通常 我们不 如果还要再算说 它有几个 再去 给它一个阵列的话 其实非常麻烦 所以通常 我会给超过 它字数的一个 长度 然后外面再用ifl 去把它过滤掉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当然如果说 你已经知道是五个字 那你就一二三四五 就好了 就不要后面 就不需要再用ifl 来过滤了 不过通常这样 反而没有办法 因为有的字多 有的字少 所以通常我干脆 就给它一个比较大的字 再用ifl过滤掉 按个确定 好 那确定完之后 当然 我们知道 如果两个箱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几个 可是问题 我最后还需要怎么样 把它加总起来 那怎么样再加总 就是把这个公式 再减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 用那个什么 数学函数里面的sum函数 帮我再怎么样 再把它加总起来 用sum 比如说 为true的部分 把它加起来 所以你把刚刚的公式 再贴上去 不过因为这里面 全部都0 所以加起来 还是0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因为里面这边有个阵列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阵列 里面的阵列 让它完全run的话 你用打勾 它只会run第一个 只会run第一个 还是1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里面如果有个阵列 你希望让它全部跑完的话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合键 就是叫做Ctrl Shift Ctrl Shift按住 再加Enter 那它有什么差别呢 意思就是帮你执行里面的阵列 也就是说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 1到9全部帮你跑完 然后如果有1的全部帮你加起来 但是如果不是 它不会帮你全部加 特别注意 这个蛮重要 Ctrl Shift加Enter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Ctrl Shift加Enter 会多一个什么 前后呢 会帮你多一个大刮弧 但是请注意哦 这个前后的大刮弧 不是自己打的哦 是因为Ctrl Shift加Enter 才产生大刮弧的哦 OK哦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自己输入有效吗 当然是无效的啊 所以为什么要Ctrl Shift加Enter 如果自己打大刮弧 可以 那我就跟你讲打大刮弧 就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全部公司都做对了 但是呢 一直行就不行 后来我问他说 你是不是大刮弧自己打 啊 后来他说对 那当然不行 这个大刮弧 是因为你执行的Ctrl Shift加Enter 他自己帮你加上去的 你不要自己打哦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 坐到这里 跑不出来哦 不过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这个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出现了 这个有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 这个没有哦 有没有 这个八个 有没有 诶 意思就是说 他会自动帮你把 这里面的阵列 全部帮你一个字一个字切出来 切完之后呢 那因为有的会超 就是我们有九个啦 可是有的只有五个字 那会有错误 所以我们在ifl把它过滤掉 最后再把它加总起来 那过滤只是因为有value错误 我把它补零而已 value错误变成零 OK 那表示零因为上加总起来 还是不会影响数字 但是呢 它可以让我怎么样 这个地方可以放多一点 当然以后你可以很多啦 反正你就是多几个 这个意思说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切出来 应该可以理解啦 不过这个有点难哦 关键的地方特别注意 扣外面这里请注意哦 一定要加个瓜糊给它包起来 这个瓜糊前后瓜糊如果没有包到的话 那常常有同学哦 瓜糊没包到 这个层就会出问题 因为它会先把47层 后面的东西哦 那这个是一个逻辑哦 OK 所以你这边一个逻辑 前后瓜糊 这后面又一个逻辑 中间又一个层 因为如果为处 处乘处它return回来就是一啦 自动帮你转型转成一 那如果没有那就零啦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打勾 我们就玩这个地方 记得哦 Ctrl, Shift, Enter 它就向下填满就OK了 那当然反之哦 如果说数字个数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的是 非数字个数的话 有没有 这个数字个数 如果这边改成非 非数字个数的话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把逻辑稍微再改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地方哦 再打一个非 好 那如果非数字个数的话 如果按照我们 ASCII code对照表里面的话 这个ASCII code啊 如果是 是 刚刚是在哪个逻辑 这个逻辑 有没有 这个逻辑 47 47以下 到58以上 而且 两个要同时成立 是end 用成 那如果不是的话 它的逻辑 它的逻辑是 等于吗 应该是 这样 应该是 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等于47 而或者是 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58 OK 这个逻辑 刚刚的逻辑是end 现在逻辑可不可以是end 当然不是 因为不可能同时成立 所以这个逻辑是偶而 诶 那这个逻辑该怎么下 我想先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个难度 基本上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用过正列的话 而且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 可能会有难度 那这一串很长 我有把它放在底下这边 其实 如果你等一下有问题的话 可以 把数字个数这一串 复制贴上去 那记得 执行的话是Ctrl Shift 比如Ctrl C 记得在这个地方是 贴上之后 记得 假设这样好了 那你记得是 它它会back 多一个话 记得是Ctrl Shift 加Enter 这样才可以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应该才会是 没错 才会是正确的 差一个动作而已 然后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地方 这一题 主要 比较难的 应该是 那个正列的执行部分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地方 可以用在 Excel 里面 只要有一点 类似像 你要跑一个回圈 比如说像这边 是切好几个字 如果你要让它 重复执行什么东西的话 重复执行的 那个部分 你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正列 然后 外面再用Ctrl Shift 加Enter 它就会重复 帮你去完成 这些动作 就是说 比如说 假设你要 1加到10 结果是多少 1加到10 如果你要是 一个储存格 里面完成 以前可能你也必须 1到10 然后再把它全部 再用Sum加中起来 但如果你要一个储存格 全部完成的话 那你可以等于 0 加上 一个大瓜糊 因为0加1 就是等于1 再帮你加2 加3 然后 加4 加5 加6 不是 应该是豆点 中间是一个豆点 豆点 那外面呢 你可以再包一个什么 再包一个上盘数 这样把它加起来 那0加1等于 把它加1 外面再用那个上盘数 我们在这边插入一个上盘数 把它全部再帮我加中起来 最后的话呢 利用那个上盘数 帮我把这个地方 把上盘数里面 再加上那个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里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 1到10 有没有 因为0加1 1 1到10 所以total等于5 15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按确定 如果说你要让它跑 它在这地方 它一样会帮你执行 可是如果说实际上 比较标准的做法 还是control shift 加enter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里面的东西 再帮你加中起来 类似有这种概念 如果你要重复执行 某一个范围的资料的话 那可以用类似像正列的这种概念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判断是数字的话 可以用这个逻辑 那特别是 这个逻辑里面 我们用成的 一般用成的是and 那如果是 偶尔的话 记得用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加的话 假设这个是true true是1 1乘1的话 两个都为true的话 相乘才会是1 可是如果是其中1 一个0的话 相乘才会是0 就是false 就不会是嘛 那可是如果是偶尔的话 应该是 其中一个是1 另外一个如果是0的话 那应该就是了 因为我们是要什么 非数字啊 非数字的话呢 我们逻辑基本上 可以怎么改 其实可以拿这个 如果是非数字的话 可以拿刚刚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一下 OK移动到这边 把它贴上 我们拿这个来改好了 那它逻辑基本上就是 什么 第一个 它一定是 怎么样 这个逻辑 第一个 刚刚是大于47 那我们把它改一下 小于 等于 因为47 等于47 也不是一个数字嘛 48是0 OK 可以参考这个 阿斯基科对照表 在这里 48 才是 48 49 是57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47的话 应该也不是数字 所以呢 这里我们把方向改 让它是小于等于47 然后呢 另外是什么 把它改成 大于等于 50 59 其实或者是干脆 这个不要等于的话 那就58算了 那这个也不要等于的话 那就是啊 48就好了 OK 48 如果它 小于48 那包括47 那这样就好了 只是说把 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改一下 就是它那个逻辑 所以等于是 小于48 这个方向 不是数字的 再来是什么 大于 应该是大于57 不是大于58 就原来 刚刚的那个 公式 把那个 大于小 就是颠倒一下 但是呢 特别注意啊 如果是偶尔的话 请你把 这个原来是 乘号 请你把它改成 加号 因为不可能 两个都为处啦 反正只要是 它是小于48 那就是数字 或者是它是 什么呢 50 大于57 那也不是数字 反正就不是在 这个范围之内 那OK 那我们做完之后 一样喔 Ctrl Shift 加Enter 你会发现喔 它马上帮我把那个 最后非数字的部分呢 全部都又在加 那各位可以看到 答案对不对 五个嘛 两个 这五个 那这个的话是三个 因为它有三个中文字 OK 那没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 这个是判断那个是数字的 那如果判断非数字的话 只要把这个逻辑改一下 主要有三个地方的改 一个是大于48 小于57 那这边的话 逻辑喔 把它改成加号就可以了 非数字部分 好那这个 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非数字部分喔 好 好 好